电源大力往墙上丢出包裹 踢了一脚之后又刻意再踩下去 甚至丢进马桶 电源把影片po上群组 主管看到竟然还鼓噪说 你等等拿去厕所便利淋湿 还说包裹要踩 另外有人说外观看起来像是物流压道的 疑似要诬陷给物流 影片曝光之后引发众怒 被指控的超商就是台南东区这家便利商店 店里还有不少包裹等着民众来领 却传出五月二十二超商店员 趁着店里没人恶意破坏包裹 还上传内部群组 消保官表示店员的这种行为 已经同时触犯刑法和民法 别因为一时的情绪背负刑责 不过客人包裹被这样恶意丢来丢去 任谁看了都会生气 毕竟如果购买的是重要物品 东西毁损又是另一个索赔 或是退换过程 华视新闻刘瀚 中国宣布暂停台湾的石斑鱼输入 就有石斑鱼养殖场的县市政府 现在都很积极的来帮忙找通路 不过屏东县府在今天 原本是有一场石斑鱼 要外销到日本的记者会 临时喊咖了 外传说是因为抢单的问题 现在甚至还说 这个日方有出现了多组的代理 那么屏东县府也表示了 说日方对于金额还有运费等等的问题 还在进行精算 因此只是把日期延后 并没有不收单 跟日本视讯队谈 谈的就是要卖石斑 屏东县长潘孟安 6月23号跟日本领养鱼场 董事长林盛平跨海视讯 当时谈到日方表明 希望尽快进口2到3吨的石斑鱼 到日本测试市场反映 因此屏东县府动起来 快动作的在6月29号 就要召开石斑与外销日本的记者会 然而却紧急喊咖 原本记者会是在临边的这家养殖场外 然而搭好的棚子拆了 养殖户为了这次要进军日本 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于突然喊停 外传说是因为出现抢单的状况 养殖户表示平常心看待 外传的卡单问题是传说台湾这边 有其他单位想抢第一纸输日的货柜 而日方则是突然冒出多组代理 才会让贸易生变 不过县府澄清 日方没有不收单 自中国从6月13号暂停输入台湾石斑 有石斑与养殖场的县市政府 积极帮养殖户找出路 针对这一次屏东县石斑 外销日本也受到关注 县府仍旧持续开发其他通路 希望提高台湾石斑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 也来解决养殖库目前的困境 华时新闻中午和乔军品许富杰 屏东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